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密西西比州在开学首周后 2万名学生被隔离 佛罗里达州的教育部门警告学区 在48小时内遵守德桑蒂斯的口罩授权禁令 否则将被罚款 被德克萨斯州的医生考虑 在决定ICU床位时参考患者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ICU人满为患 全美死亡人数达到2月水平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周六在大约高于海平面2英里的格陵兰岛的山顶 有记录以来第一次的降水是以雨而不是雪的形式出现 周末 格陵兰岛山顶的温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第三次上升到冰点以上 温暖的空气助长了一场极端的降雨事件 在冰原上倾倒了70亿吨水 足以填满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反射池近25万次 根据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数据 这是自1950年开始记录以来 冰原上最严重的降雨 周日损失的冰块数量 比一年中这个时候的日平均数量高7倍 克罗拉多大学 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高级研究科学家 泰德·斯坎伯斯说 这证明格兰林正在迅速变暖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高峰站位于格林兰岛冰原上的最高点 科学家可以在那里观察北极的天气和冰层的变化 自1989年以来 该站全年都有工作人员在观察北极变化 周末的大部分降雨从格林兰岛的东南海岸一直降到高峰站 随着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使地球变暖 冰的损失已经迅速增加 本月发布的一份重要的联合国气候报告认为 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了格林兰岛在过去20年的融化 最近发表在《冰冻圈》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自1990年中期以来 地球已经损失了惊人的包括格林兰岛冰层在内的28万亿吨冰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北极 7月 格林兰冰经历了过去10年中最大的融化事件之一 在一天内失去了超过85亿吨的表面质量 这是过去10年中第三次极端融化事件 在此期间融化的范围比整个卫星时代的内陆地区还要远 超过2万名密西西比州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周 因接触新冠病毒后被隔离 卫生局说 截至周五即第一个教学周结束时 密西西比州所有学生中有5%的人处于隔离状态 据说有超过4500名学生的病毒检测 称阳性 在大量学生被隔离的同时 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州长和学区之间的口罩任务展开了争夺 州长们认为应该允许学生选择是否戴口罩 而学校则希望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因为Delta变体助长了新冠病毒病例的上升 密西西比州是全国疫苗接种率第二低的州 一直在努力处理激增的病例 该州只有36%的居民完全接种了疫苗 而且在美国12岁以下的儿童仍然不允许接种疫苗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该州已经报告了超过39.6万感染病例 并有7000多人死亡 佛罗里达州教育部周五表示 他将在48小时内对不遵守德桑蒂斯州长 关于口罩授权禁令的学区进行罚款 布劳沃德县和阿拉丘亚县都无视州长的禁令 对他们的学校实施了口罩规定 据报道 州政府给这两个县48小时来撤销其授权 否则将按照投票制定口罩规定的 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工资进行罚款 声明说 作为第一部 佛罗里达州教育部将开始按月 从州政府资金中扣留相当于投票决定 实施非法口罩规定的学校董事会成员 年薪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的金额 直到每个学区都遵守 据CDC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新冠病例正在激增 仅在周三就有15402个新病例 尽管如此 德桑蒂斯继续回击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的限制措施 如强制规定佩戴口罩 德桑蒂斯上个月发布了全州范围内的学校口罩强制禁令 称根据行政命令 家长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是否在教室里佩戴口罩 而不是地区 美国其他许多州 要么对所有学生进行口罩强制规定 要么允许各学区自行选择口罩规定 被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医生团体在本周发给成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如果地区再次发生危机 再决定哪些新冠患者获得症重监护室的床位时 可以考虑即疫苗接种情况 被德克萨斯州大规模指导方针组的备忘录被泄露给达拉斯城堡 该报于周四公布了有关细节 该备忘录归结为以下内容 由于接种疫苗能极大的提高一个人在新冠病毒中存活的机会 因此在决定他们是否能获得ICU病床时 病人的疫苗接种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加分享或减分享 但它不能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 该指导是为三级危机阶段设计的 可能在未来两周内开始实施 该报说这些准则不是强制执行的 但一般都会被遵守 在达拉斯城堡发表报道后不久 特别工作组的一位发言人撤回了该备忘录 贝勒大学医学中心的临床理论学主任 马克·卡萨诺瓦周四表示 该备忘录旨在帮助指导医生在有限的情况下 对病人进行分流 几个小时后他告诉NBC 备忘录只是一个家庭作业 成员可以用自解的建议来回应 他说今后疫苗接种状况 将不会在医院分流病人时 要考虑的因素之列 美国医院中新冠病人的死亡人数 达到了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且随着南方部分地区的 症重监护室的床位不足 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恶化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数据 在阿拉巴马州 现在全州症重监护室的人数超过了现有人员床位 佛罗里达州 密西西比州 佐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都在使用90%以上的ICU容量 在这些州 新冠患者占据约一半的重症监护室床位 对于一种单一的确诊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快速传播的Delta变体 助长了新冠病毒的浪潮 该浪潮于6月下旬开始冲击奥扎克地区 向全国蔓延 有一些初步的迹象表明 这一浪潮可能接近顶峰 特别是那些最初热点地区 但医院的情况依然很严峻 官员们说 那里绝大多数因新冠住院的病人都没有接种疫苗 根据HHS的数据 在美国医院死于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的人数 在周三上升到7天平均1016人 是2月22号以来最多的 正式的新冠死亡病例 可能需要数周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报告 来自医院的死亡数据没有这样的滞后性 但这些数字与官方技术不同 其中死亡证书是经过审查的 虽然病人在医院死亡时 已确认或怀疑是新冠 但有些死亡可能不是由新冠造成的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